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包括帮助土耳其官员绕过火灾安全检查的要求 为他们的新外交塔楼提供便利 检察官指控亚当斯在担任公职期间 接受了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免费和大幅折扣的航班升级 并利用非法捐款来获取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共竞选资金配对 亚当斯面临的指控包括共谋、电信诈骗和贿赂 尽管面临严重指控 亚当斯在记者会上坚决否认不当行为 并表示他不会辞职 他的回应引起了抗议者的强烈反对 呼吁他辞职 州长霍楚Kathy Hocko有权将亚当斯免职 但他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随着调查的深入 检察官表示将继续追查于亚当斯及其高级助手的腐败行为 这起丑闻无疑将对纽约市政局造成深远影响 市政高层的持续辞职和联邦调查的扩大使 这一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纽约市的黄昏 格雷西大厦外面人声鼎沸 几位抗议者高喊着辞职的口号 警察在附近警戒 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站在台前 脸上写满了坚定和愤怒 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就在几个小时前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闯入他的官邸 搜查他的手机 标志着他长达十年的腐败丑闻 正式浮上水面 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 被联邦检察官指控接受来自外国官员的 非法竞选捐款和贿赂 这些贿赂包括奢华的海外旅行 检察官指控亚当斯通过土耳其外交机构的一名 为居民官员寻求并接受非法捐款 起诉书称 该官员安排亚当斯及其同伴免费 或以折扣架乘坐土耳其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前往法国 中国 斯里兰卡 印度 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地 亚当斯被控阴谋 电信诈欺和贿赂等五项罪名 这些罪行从他在布鲁克林担任选举官员时就开始了 并一直延续到他出任市长 曼哈顿的美国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亚当斯出卖了他的影响力 帮助土耳其官员绕过纽约市一栋新的外交大楼的消防检查 亚当斯让公众长期蒙在鼓里 未能披露他所接受的礼物 这是一项严重的失职 美国检察官补充道 根据起诉书 亚当斯接受了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免费 和大幅折扣的飞行升级 以及来自盗草人的竞选捐款 其中一些捐款帮助他获得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共竞选资金 这一天对亚当斯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但他在记者会上强调自己无辜 并表示不会辞职 他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 但同时也是一个揭开真相的日子 我期待着为自己辩护 亚当斯旁边站着几位杰出的黑人神职人员 这位纽约市第二位黑人市长指责联邦检察官 在公众面前审判他泄漏调查信息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卓尔有权罢免亚当斯 但他的发言人阿维·斯莫尔表示 目前发表评论还未时过早 霍卓尔在指控宣布后告诉记者 他稍后会发表看法 如果亚当斯辞职 进步派民主党员公众倡导者 朱马恩·威廉斯将立即接任市长 随后将安排特别选举 朱马恩·威廉斯在一份声明中 没有明确要求亚当斯辞职 但他表示亚当斯展示自己能有效治理 和重新获得市民信任的时间 正在迅速耗尽 根据检察官的指控 亚当斯通过土耳其外交机构的一名 为居民官员寻求并接受了非法捐款 这名官员安排了亚当斯 及其同伴乘坐土耳其国家航空公司的免费 或折扣旅行 目的地包括法国、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匈牙利和土耳其 亚当斯在2021年9月被告知 是时候回报土耳其官员的捐款和福利 请他施压消防部门 以便在土耳其总统高调访问前 能不经消防检查就开放领事馆 即便消防部门官员警告说 领事馆建筑存在重大缺陷 不适合使用 亚当斯仍然施压让其开放 几天后 亚当斯向土耳其官员传达了批准的消息 该官员称亚当斯是土耳其的真正朋友 亚当斯回应 你是我的兄弟 我在这里帮助你 几个月后 土耳其官员要求亚当斯在4月纪念日前 不要发表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声明 亚当斯的一名工作人员确认他不会提及该事件 他也确实没有 检察官表示 土耳其政府否认1915年杀害约150万亚美尼亚人是种族灭绝 在亚当斯的腐败行为中 他有时会制造假文件 试图掩盖他实际上免费获得的旅行福利 检察官还指控他删除了与其他涉案人员的消息 有一次他向一名共谋者保证 他总是删除他的短信 指控曝光后的几小时内FBI特工进入了市长官邸 并查抄了亚当斯的手机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瞬间 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腐败调查将继续进行 联邦检察官正在进行多项独立的调查 涉及亚当斯及其高级助手 这些助手的亲属 竞选筹款和可能影响警察和消防部门的行为 仅在过去两周内 纽约市的警察局长河学校系统负责人都宣布辞职 成为这场政治风暴中的一部分 亚当斯曾在纽约市警察局工作了22年 随后进入政界 先是担任州参议员 后来成为布鲁克林区区长 2021年当选为纽约市第二位黑人市长 近一年前FBI特工已经查抄了亚当斯的电子设备 作为一项调查的一部分 这项调查至少部分集中在竞选捐款 和亚当斯与土耳其政府的互动 由于指控当时是密封的 因此不清楚他们是否涉及同样的事项 在今年9月份早些时候 联邦调查人员还查抄了他的警察局长 学校校长 两位副市长 以及市政厅内外其他亲信的设备 所有人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埃里克·亚当斯的故事 是一部具有高度戏剧性的政治剧 他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指控 反映了一个复杂而充满挑战的政治生态 在这个充满阴谋 权力和背叛的故事中 亚当斯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无辜 还是他确实如指控所言沉浸于腐败中 将在未来的法庭上见分晓 但在此刻 纽约市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这场风暴是否会平息 取决于真相能否公诸于世 正义能否得到伸张 在孟非斯这个美国南方的城市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 这视而让人不由地想起那些电影中的警匪片 只不过这次不是黑帮混混 而是几位警察成了主角 故事要从2023年1月说起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 29岁的泰尔尼克尔斯在路上被几位警察拦下 这几位警察不是普通的巡逻员 他们是特别成立的犯罪镇压小组 专门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可这次他们似乎走得有点而过火了 尼克尔斯一个黑人小伙子 在被拦下后没有乖乖配合 而是选择拔腿就跑 这下可好 警察们追了上去 他们用了胡椒喷雾和电击枪 但尼克尔斯还是跑了 最终尼克尔斯在距离家不远的地方被抓住 然后被拳打脚踢 甚至还用紧棍打 这一切都被警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尼克尔斯在被打的过程中 不断呼喊着妈妈 这一幕幕让人不寒而栗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这群警察在打完后 竟然还站在一旁有说有笑 尼克尔斯最终因为这次殴打受重伤 三天后在医院去世 随着事件的曝光 这几位警察迅速被停职 并面临联邦和州的多项指控 在联邦法庭上 五位警察中的两位 艾米特·马丁三世和德斯蒙德·米尔斯二世 对剥夺尼克尔斯公民权利的指控认罪 并同意作证 FBI特工安东尼·豪斯霍尔德站在证人席上 他回忆起自己对这些警察的访谈 他说 史密斯和马丁都承认自己打了尼克尔斯 史密斯还说他本应该阻止马丁 但他没有 豪斯霍尔德继续说 史密斯还说他本应该告诉急救医护人员尼克尔斯被打的情况 但他以为尼克尔斯自己会说 另一位警察比恩也承认了责任 他告诉豪斯霍尔德之前隐瞒了部分打人的细节 因为他不想被视为告密者 他不想把自己的队伍推入火坑 豪斯霍尔德说道 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某个低劣的犯罪小说 但他却是血淋淋的现实 这些警察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职位调动 而是可能的终身监禁 他们在联邦和州法庭上都被控诉 联邦指控包括使用过度武力 未能干预以及通过威胁证人妨碍司法 在法庭上 米尔斯说 他从未见过比恩和史密斯参与所谓的接投税 这是一种对逃跑者实行的惩罚性暴力行为 然而检察官坚持认为这次殴打就是接投税的一个例子 米尔斯在法庭上哭了 并表示对尼科尔斯的死感到深深的歉意 他说 当我看到打人的视频时 我再也忍不住了 这场闹剧般的案件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但他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这些警察曾是社会的守护者 但他们却在执法过程中失去了理智和人性 尼科尔斯的死更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警察权力的边界和责任 总之 这场事件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 在这个故事里 没有英雄 只有一群迷失了方向的执法人员和一个无辜的生命 希望这场审判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 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 权力需要被监督 正义需要被维护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纽约市市长 埃里克亚当斯涉嫌贿赂和滥用职权的指控 首先我要说这种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 看看亚当斯过去的履历 从布鲁克林区长到现在的市长 他的腐败行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联邦检察官的说法 他接受了来自土耳其官员的非法捐款 以换取对方的利益 甚至帮助他们绕过消防检察 这种行为已经彻底破坏了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 亚当斯应该立即辞职 为纽约市的未来负责 哦 天书 你说得这么严重 好像亚当斯已经被判刑了一样 先别急着把他送进监狱 首先 这些指控还只是指控 并不是定罪 而且你知道吗 亚当斯可是纽约市的第二位黑人市长 他在改善市民生活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比如 他推动了纽约市警务改革 致力于减少枪支暴力 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审判机会 而不是急着要他下台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